中國昌在臉書上面也有po 他就說 7月16號公平正義 我們的訴求司法要正義 然後大家一康開始的時候還說 不是啊 不是居住正義嗎 怎麼不見譚 後來他說之後 我們會再公佈居住正義的戲目 反正總之就是各種正義 可是不對啊 他一開始那個slogan 大致是寫居住正義啊 改了改了改了 不是 你這詐騙嘛 人家抖內給你錢 100多萬 你改題目 我就改了 你不要亂說 我明明買電影票回來進場 看鐵達尼號給我 你進場的時候電影播的是 原子小金剛是名字詐騙嗎 我們過幾天就公佈了 不要這樣子跳我毛病 對啊 這詐騙嘛 結果現在變成梗圖啊 因為黃國昌啦 館長啦 他們拿著一個邀請函 送去總統府啦 送去柯文哲啦 送去侯友誼啦 送去這個 有沒有送去郭台銘 不知道 反正郭台銘 郭台銘要參加 對 反正他自己說要去 郭台銘要參加 他就說這是一場沒有政黨 沒有地主 沒有財團的遊行 後來結果被網友說 有呢 有政黨 有地主 有財團 通通一應拒全 所以如果你不是這三個身份的 你沒資格上街 我們現在談幾件事情喔 第一個 人非完人 我們絕對不是要拿個放大鏡 或者是拿著顯微鏡 來檢討一個人 但我們有時候呢 要把事情給講清楚喔 黃國昌的身份是什麼呢 黃國昌的身份 他目前是Conell的博士 目前擁有法學博士的一個基礎 而且他是大學的一個教授 是中研院的一個院士 而且他本身還是台灣 還是研究員 中研院的研究員 同時還是台灣的職業律師 他是館長的代理的一個律師 他本身有在接案子喔 好 簡單的說 我就做一句話就講完了 台灣除了大法官之外 其他的所有的法律資格 黃國昌他大概通通都有了 那黃國昌呢 旗下他就說 我有23筆的一個土地 然後呢 都是基林地 都是種地的 昨天我跟李正浩在聊天喔 李正浩差點哭了 為什麼呢 李正浩說我39歲 我人生39歲 我已經有三次立委 落選的一個經驗了 可是我填寫 所謂的我的財產申報 從來沒有填到第二行以後 只有留下了兩行的一個眼淚 我就說那人的命啊 那不一樣 但我們要來談幾件事情喔 土地 什麼樣的土地 你家買的 你要去做基林地等等的 那個都也不是壞事 但請各位去注意幾件事情喔 目前台灣根據所謂的 土地的一個法令呢 你有種植 林業 養殖 鹽地 跟水利的話 一般來說的話 是不爭所謂的一個土地稅的 所以呢 到底那塊土地有沒有繳稅 這個到時候呢 黃國昌可能要自己出來說清楚 但還有三個重點喔 剛剛跟各位 BLABLA講那麼多 那時候說我的農地 或者是我的水利地 使用的一個狀況 但上面有三個豁免 那三個豁免是不可以有的 第一個 不許蓋水泥 那為什麼呢 我土地只要蓋了水泥 第二個這塊地完了嘛 我就不能夠再用了嘛 所以上面是不可以蓋水泥的 第二個 不能夠放置鹹雜物 那個時候 宜蘭各位你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的稅務 就是因為上面有所謂的 建築的鹹雜物在上面嘛 後面就被抓到了嘛 第三個呢 不能夠上面有庭院 目前我們來看到台中中二園區 鹽寬恒的房子就是 我是水保地 可是上面呢 很明顯 我不但有庭院 而且還有花花草草嘛 這個法律上面是直接說不行的 所以黃國昌 目前這個第一個 你要怎麼說清楚 第二個 遊行的一開始叫做公平居住正義 大家開始紛紛抖內 那抖內完之後 如果現在有人後悔的話 可不可以把這些抖內給要回來 因為大家突然間發現被騙了 發生什麼事呢 這當中有五個主角 我們五個主角呢 其實這個我們都能把它刪除 我們當然談郭台銘董事長好了 郭台銘董事長呢 他目前的家產有75億美金 75億美金 假設啦 到底會不會四萬人去 我不知道 我認為不會那麼多 可是呢 現在因為民眾黨在動員當中 所以我們當天就來看 民眾黨是全黨大動員 單單郭台銘得一個身價 其他人通通都沒有任何的身價去 四萬人這樣平均下來 各位平均的身價有526萬 公平在哪邊呢 我們就說嘛 你今天要說什麼公平公公 公布什麼居住正義啊 後面他又說什麼公平正義等等的 我們再談幾件事情喔 黃國昌23筆的機靈地 其中有兩間的一個建物 館長住在豪宅當中 出門是坐著 Toyota大型的Alpha 還有保鏢 擁有八間的一個健身房 好 柯文哲 柯文哲的一個房子 我目前的估計 大概是在市值八千萬左右 他的存款還有兩千萬 目前就整個侯友宜來說 侯友宜現在過去的整個大巡館 現在改名叫凱旋苑 目前擁有103間的 最便宜是一萬六 而且呢 越上層他會越貴 這些人跟你說要公平正義 我都不知道那個公平正義的重點在哪邊 好的 非常謝謝敏寬 不過有錢也不是罪過啦 就是說啊 我就真的很會賺啊 我家裡有錢 然後呢 我要上街訴求公平正義 我覺得也OK 因為多數人不像他們這麼富有 那可是因為這件事情 被引起這麼熱烈的網路討論 其實還是關鍵在於 黃國昌他自己一開始的說法 跟後來被檢視之後的說法 一變再變 那個才是大家質疑 他的最重要的問題 你怎麼樣看待說 7月16號公平正義 其實人數上面 我覺得畫面上如果人多的話 其實的確會對民進黨造成蠻大的震撼壓力啦 畢竟那是一個反律的大遊行啦 然後 欸 可是國民黨 侯友宜也要去這個遊行 然後可是侯友宜自己在內部 卻又搞不定 這個狀況有點亂啊 其實我先簡單一下 補充一下 7月16號大遊行 其實他 剛剛實際講說反律大遊行 我認為他比較像是 磕粉挺磕大遊行 因為其實民眾黨動員 但國民黨並沒有動員 因為他那個主場 不是國民黨的主場 但是我想如果一個政黨權力動員的話 人應該不會太少 人應該不會太少 其實凱盜 你大概三萬人就可以把 那個區塊給擠賣了 畫面上看起來就 哇 難了 對 畫面上看起來就很嚇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遊行 基本上就民不正言不順嘛 因為你們 第一個你把居住正義給拿掉了 那你是跟詐騙集團沒什麼兩樣啊 他說會補 會後補 然後補那個字是這麼小 只有那個word的八級字 不行啊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們到底講了半天 那請問你們的訴求 居住正義到底是什麼 到現在也沒具體講 居住正義 居住正義有很多啊 剛剛小芳講的那些民進黨做的事情 每一項都是居住正義的一部分啊 對 到底怎樣子 你才覺得啊 可以有正義了 到底要怎樣 我知道 館長用原價賣你的房子 不行 館長生氣氫 黃國昌那個七零地 一坪五千塊賣掉 那四昌包說他要去借錢去買 他說他要當飯局妹 去買那個地 好 這個叫居住正義 你做不做 你做不到就不要要求別人做 好 簡單 我這兩天一直在幫黃國昌 想一個理由 我今天終於想到了 什麼理由 就黃國昌出來開記者 會承認說 這塊地從綠地變停車場之後 我就從來沒有回過家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用逼 我是真的沒回家 對 我真的沒回家 不知情 那至於什麼原因沒回家 你自己掰 要不然你很難解釋嘛 而且你知道 大家講說離他家很近 是進出必經道理 你知不知道 他的那個理的投開票所 就在停車場旁邊 黃國昌你沒有去 你沒有去投過票嗎 白雲那個投票 白雲理的投票所 就在停車場旁邊 黃國昌你沒投過票嗎 你就算沒投過總統 沒投過立委 沒投過縣市長 罷免你的投票你總有去吧 你應該有去投反對吧 對啊 還是你去投贊成 所以你不可能不知道 那裡變成停車場 好嗎 黃國昌 不要再扯了 如果用你 我現在都用你的標準 你當年怎麼講陳侯珀 陳侯珀當時IMB 被查到說 那個 房子是 主賢之一可能是房子提供的 車子是房子提供 然後呢 這個陳侯珀說 我真的不 這個人我認識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做什麼 黃國昌咆哮欸 你騙人 你騙人 黃國昌 這三個字我送給你 而且你騙的還蠻低級的 就是連這種事情 你都要拿出來騙 好 而且黃國昌 他既然作為一個 這麼有學識豐富的人 我覺得他應該什麼都知道 畢竟他連屏東養雞場都知道 怎麼會 這個不知道 我覺得很奇怪 他連那個陳明文 他們家投資養豬廠 那個在滴嫂 滴嫂是在阿里山的三角下 他說我查得很清楚欸 怎麼你家 人家不到200公里的停車場 你查不出來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